Hello 各位, 大家好, 我是郭仁 欢迎来 www.feversound.com 大家见不见到我的手术有些什么呢? 没错, 它就是 Fender 最新推出的旗舰 IEM FXA-11 这里全部都是 FXA-11 是不是? 视觉特效越做越好 好了, 说定是做视觉大校 我先做另一个特效 这些东西, 变回走, 1, 2, 3, 变走! 这样就见了 没错, 又货变了我 你情愿要货, 还是要 Kennifer, 我说Hi-Fi, 你要听? 我说Hi-Fi, 你要听 应该有少量已经流出市面了 所以快手就可以亲身感受一下 Fender FXA-11 请你来, 主要是讲解一下 我们由8部, 变回只有一对 正所谓文明, 不如见面 什么都假, 拿上手听一听 刚才刚刚听完 如果有看我的影片 那些人都知道我不是太喜欢 Hybrid 的 IEM 当这个FXA-11 出时 其实我是完全不兴奋的 我是不会很期待去听的 因为我觉得 听了不好声的话 那就无论听了 听了好声的话 就无论更换了 但问题就是, 每个人都讲 所以没理由不拿上手听听 所以我请他护航了一对FXA-11 给我听听 那个单元分布是怎样的呢? 其实FXA-11 就是一个以四栋铁 和一栋圈设计的旗舰耳机 两个铁是高音 两个铁是中 低频是一个14.2mm的栋圈 组成了FXA-11 这个栋圈之前的Fender 耳机有没有用过? 一向Fender 都有一些 Hybrid 设计的耳机 主要是 Hybrid 老实说 就是你比较不喜欢的那一款 Fender 前身的公司 其实是一间叫 Orisonics 的耳机厂 里面有个总设的Cardell 其实由第一队开始 ASG 2.5 已经做了一个 Hybrid 圈设计的耳机 Fender 的FXA-7 Hybrid FXA-7 SE FXA-11 最厉害的圈设计 勞火纯清 是第一次使用的 之前没那么大 之前其实在Orisonics 年代 有用过这一款单元 到Fender 年代 这一款是首次用这么大的圈 去做一个 Hybrid 这个圈真是大到吓死人了 因为平时那些单圈的 IEM 8mm, 9mm, 7mm 都可以做到全音域 14.2mm 来做一个圈 我在肉眼看 都已经见到一个好像喇叭的单元和音圈 最恐怖的就是它连单元的边都是做两层边 好像人家的低音单元和风琴边 即是那些大 JBL 的大单元 14.2mm 的动圈单元 放在耳朵旁边 就好像你听一个真正的喇叭 我想18吋低音差不多 比例上是这样 因为它跟来有一条 3.5mm 的原厂线 也有一条 2.5mm 的平衡线 即是一码已经有两条线 两条线我都用了一部手机 很漂亮的声音 我们用听歌用的手机来试 安侨的 Grandbit 这个是全香港联合国最中立的DAP 所以搭什么机都完全没问题 刚刚它有 3.2.5mm 的国师缘 3.5mm 我其实都觉得有点蒙 但已经是比起我使用的FXA9 那个高音真的比较漂亮 FXA9 单元是怎样分布? 是绿洞设计的 一高一中 两低 再加两只超低 但我听 FXA9 其实我都觉得它低什么都不算很多 其实声音很中性 是 没错 所以我一听这个 3.5mm 只是听到高音是比较漂亮的 低音是比较多了 可能3.5mm 始终都是预理推出一些很容易推的IEM 所以就算我把这个安侨的 Grandbit 推到很大 其实都觉得有点力有不低 反正它原装跟来有2.5mm 线 同一条线就立即转到2.5mm 平衡 立即听到分别了 是真的声音了很多 其实现在是不是旗舰? 是呀 价钱最贵是它 没错 1万2千8百元 1万2千8百元 那 FXA9呢? 8千8百元 蛤? 是呀 赢了 是呀 原本是多少钱? 原本是10800 很清楚 FXA11 真是奇难抹 因为价位上已经反映了 A9 就有点折扣了 所以如果是全铁的朋友 就可以选择A9 选择了 但是听声呢 FXA11 的确是出现过FXA9 刺激一点 高音的密度是高了 是没错 这个高音就多了 低音就没我想象中那么多 我觉得因为有些朋友真的真的喜欢低音 但是小弟就不是太清淡一点 是呀淡厚一点的 因为吃得HIFI 太多 有些吐低音出来的 所以现在越吃越清淡 就是一滴盐都不下了 因为它的低音是多了 但是不会夸张 就是它不会是你只听到低音 你就不记得了中音高音 它是平衡地 你也听到高中低 都是Smooth了 密度高了 声音是开放的 还有咸摺性好了 今次A10日 比起以前的Hybrid 都要好很多 Hybrid 的其中一个大问题 就是因为它通常都是 中音高音不一定用铁做 一定是低音线圈 你会不会看到 就是用六粒铁做低 然后拿个圈中高 当然不会的 通常这样的情况 有铁有圈 就一定是圈和铁 因为特性有些不同 总是有些声音 是在咸摺上可以差一点 心理作用 我听过两三副 我都是 两三副这些Hybrid 的耳机 我都是不其然觉得 低音是零零射射 它有它做 跳出来 中高也有中高做 这个是古怪一点点的 但是有些人喜欢的 我就是要听到低音 有一阵东西 沾着 摁摁摁摁 觉得过瘾的 但是这个 它低音的确是 你也听到是多的 但是它没有咸摺不到的问题 亦都相信假以时日 因为耳机似乎是新的 我们经常说 耳机很多朋友 可能会忽略了 转入时间 尤其在这些大圈 就是这么大一圈的耳机 转入时间更加需要耐久 转入耳机 我们一般都推荐 转入8-5小时以上 但是A11 其实我们很强烈地 通知大家 起码要200个小时 才会到最好的状态 200个小时啊 哇 如果每天 10个小时 都要20天 很快的 如果每天2个小时 都要100天 没错 继续下去 一个动铁单元 其实的寿命有多长呢? 动铁单元? 都应该没事的 因为以往 不知道哪个国说 动铁单元 只有500个小时 是 是? 我有不止一个朋友 拿着铁 只运动都运动了300个小时 然后听了两年 每天听 这个铁还是一个功能的 但是如果你发现 有什么科学根据 或者有什么原因 铁是玩500个小时 就收皮的话 你留言告诉我 不过就 在我接触到 就没试过 几百个小时 就可以玩死铁 铁很喜欢玩的 嗯 A11 其实我们今次是一个 叫做手批限量 有一个很特别的提供 有什么提供 有 没错 登登登登登 Ware Nice 就是一个日本的牌子 开始呢 就专做一些耳机的衣服 包括它有一些手提的包包 有这些耳机盒 今次我们特地为了A11 去订制了这个 特别板 Fender CrossOver Ware Nice 的一个耳机盒 首批50位用家 买A11 的话 余订的话 都可以拿到这个 这么漂亮的 原价599 的耳机盒 最重要就是 有这个logo 又有这个logo 特别板 我经常都见到 一些人走出街 一定要这样走出去 进去店铁里 有身份的象征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logo 证明你是 发烧用家 发烧的耳机 没错 刚才那8副 FXA11 现在就已经 转眼间 就散去香港各大门市 那里 采模的也有 应该也很少 卖的也有 遲些也会再借一次 这个11 听真一点 给一个比较细细的报告 给大家 但是刚才听 都已经很开心了 用多一两部不同的DAP 或者梳子去听 好了 就是这么多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这里的环境如何 订阅这个 SoundwaveHK的频道 这个频道 我现在就会在片尾里加出来 里面定时定后 就会和大家介绍 不同的Headfire 产品 很多东西 有兴趣的朋友 记得按赞我 也按赞他 按赞之后 先说到这里 那我再和大家实试 这个 晚中期待的 旗舰 FENTA旗舰 好 太长了 收工 是这样